我们冒昧登门拜访,还请见谅,因为事关人命,姿势体大。 命案?这与我侯府有什么关系? 侯夫人,命案死者阿彪,她生前最喜欢逛窑子。 但奇怪的是,她久后四处宣扬说侯府,才是她的发财宝库,不知... 哼,随便一个人说上几句话,你们就找上门来。 你说的阿彪我不认识,不过没老板,我看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才让你们进侯府。 但是你们这般无理冒犯,不好意思,我只能送客。 馨儿。 侯夫人,我们... 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,别为难我母亲。 孟琴,女儿家怎能随便回客,快回房去。 母亲。 孟琴,回房去。 母亲,没关系的,事关命案,我们理荡帮忙啊,这... 侯小姐,不知你可否认识一个叫阿彪的人? 没听说过这么个人。 侯小姐,我看你头上这只发簪很是别致,可否拿下来让我们看一看? 我听说跟着她说对不起。 听说是别致现在的发簪。 哭她说对不起。 你会找到这些质用了啊吗? 这种质用了。 我凡事而是不要当 teknology币的发簪。 好,您好吃。 这种质用我呢? 今天,不是红红红红红的期待。 恨小姐,我怕会吗? 这只发簪一用 您这是 你们是什么意思 查案和我女儿 有什么关系 侯夫人 您别激动 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 绝对不会 让跪千金谋冤的 这件事 如果要传出去 我女儿的名声受损 你们谁担待得起 母亲 亲者自亲 我相信他们 一定会查明真相的 你 星儿 夫人 给我回房 这只发簪 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拿去吧 多谢侯小姐理解 另外 美某还有个不情之情 可否让我们 到小姐的房间看一看 这 侯小姐 既然你是清白的 那让我们看一下 房间又如何 小姐 好吧 各位 请随我来 这有两个房间 李坚是我的房间 隔壁是平儿的房间 他住在隔壁 方便照顾我的起居 那我去隔壁 先看一下 侯小姐 方便我现在进去看吧 请闭